如何致富不靠运气 1.追求财富 而不是金钱或地位 财富是指在你睡觉时仍能为你赚钱的资产 金钱是我们转换时间和财富的方式 地位是你在社会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追求财富 意味着你要建立可以持续为你创造价值的资产 这些资产包括你拥有的企业 投资组合 知识产权等 它们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赚钱机器 即使你不工作 它们也在为你持续产生收入 相比之下 单纯追求金钱是短式的 金钱只是一种交换媒介 一种我们用来交换财富的中间媒介 拥有大量金钱不等于你拥有真正的财富 追求地位也容易让人迷失方向 地位是外在的身份象征 代表你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 但高地位并不直接等同于财富 精明的人不会被表象迷惑 而是关注积累真正的财富 所以 想要致富 就要站在森林里看树木 而不是只盯着单个树枝或树叶 你需要从根本上理解时间 财富和金钱之间的关系 只有这样 你才能建立持续为你创造价值的资产 实现时间自由和财务自由 二 创造财富和坚持道德标准是可以兼得的 如果你内心鄙视财富 财富就会对你避而远之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 想要创造巨大财富就必须舍弃道德标准 不择手段地疯狂追逐金钱 但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 长期来看 正值诚信恰恰是成功的基石 因为在商业社会中 你的声誉就是宝贵的无形资产 一个有道德的企业家 更容易赢得员工和客户的信任与忠诚 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 当然 追求财富时也会面临道德两难 需要权衡不同的利益 但关键是要秉持正义之心 公平对待员工 客户和社会 一个有道德的企业家 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也关注员工福祉 客户利益和社会责任 所以 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 坚持道德底线 重要的是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树立远大的理想 用正能量感化他人 只要心存正义 财富终将属于有德之士 三 无视一位追求社会地位的人 他们获得地位的手段 就是攻击创造财富的人 在这个看重荣誉和地位的社会 你会遇到很多一位追求名利的人 他们不惜用任何手段获取地位 并看不起那些专注创造财富的人 面对这些人 聪明的做法就是无视他们 因为这种人的快乐和满足感 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地位象征 而不是内在的成就 他们获得地位的方式往往也不够正当 所以 评判一个人不能有表面的社会地位决定 而要看他是否创造了真正的价值 那些口口声声反对财富积累的人 自己往往一无所有 只会制造负能量 相比之下 有远见的人会注重积累财富资产 以取得时间和资源自由 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 对此 我们不应听信那些妒忌财富而攻击成功者的言论 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稳定 才能明确自己的方向 不被他人的观点所迷惑 坚持以创造社会价值为目标 持之以恒地追求财富积累 最终你将获得来之不易的回报 4 依靠出租时间是不可能致富的 你必须拥有股权 企业的部分所有权 才能实现财务自由 很多人无以为 只要努力工作多挣钱 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但单纯依靠出租我们的时间和技能 是很难真正致富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无论你是顶级专家 还是普通员工 每天能工作的时间不会超过16个小时 你的收入终究会达到时间的瓶颈 相比之下 拥有企业的股权可以打破这一限制 作为企业的所有者 你可以利用财务杠杆效应 你的回报并不仅仅依赖于自身的时间 企业的规模化运营可以为你提供进户无限的收入 所以想要实现财务自由 就必须从操作转向所有权 可行的路径包括创业 投资股票或者房地产 关键是要持股而不是仅出租时间 只有这样 你的财富才能实现指数增长 不受个人时间的限制 在这个股权经济的时代 要打开致富之门 就需要转换思维 从资产角度看待财富 持续增长的被动收入 才能带来真正的财务自由 5.获得财富的一个途径 就是为社会提供其有需求 但无从获得的东西 并实现规模化 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 很多明显的需求都已经被满足了 所以想要通过创业获利 关键是要发现一些隐藏的需求空间 举个例子 想想那些缺乏技能而求职难的人 以及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的痛点 如果你能提供帮助求职者 获得技能提升的解决方案 就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关键是要站在用户的角度 发现他们的真实需求 如果你能以全新的方式满足这些需求 就有望打造一个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 但要实现规模化增长 仅仅依靠自身的时间和能力是不够的 你需要利用资本力量 打造一个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 最好能上线之互联网 以获得流量红利 总之 真正的财富来源于满足未被满足的需求 要努力发现这些机会 并以企业家的眼光把它们变成可重复 可规模化的商业化产品 这可以成为致富的突破口 六 选择一个又长期发展前景的行业 找到可以长期合作的人 想要通过事业积累财富 选择进入一个有长期发展前景的行业尤为重要 理想的行业应该有充足的增长空间 并且你需要在其中取得领先地位 比如互联网 新能源 生物科技等领域 都具有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前景 进入这些行业的早期 选择正确的方向 就有可能在行业爆发时增长时获得丰厚的回报 而且 你需要找到几个可长期合作的伙伴 因为伟大的事业无法依靠个人之力完成 需要团队协作 伙伴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远大理想 这样才能互相鼓舞 克服所有艰难险阻 所以说 选择行业和团队是创造财富的关键 这需要战略眼光和判断力 才能准确定位大势所趋 实现财务自由的人 通常都是因为早期就进入了后来出现爆发增长的行业 并与出色的团队共事 这种先见之明往往决定了他们的成败 7.互联网极大的拓展了职业空间 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互联网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工作和创业的方式 过去我们的职业选择非常有限 大多数人不得不在企业任职 但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提供了全新的创业机会 比如可以通过个人博客赚钱 可以在网上教课 传播知识 可以开网店 销售各种商品 这些模式都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 但是问题是 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工业时代 默认最稳妥的工作就是在大公司做支援 其实互联网提供的机会是无限的 只要你愿意主动出击 尝试各种可能性 我强烈建议大家要更新理念 认清互联网开启的新世界 它可以让你完全自主地过上想要的生活 不管你的专长是什么 都可以在网上把它变成一个收入流 当然 成功也需要很多实际行动 而不仅仅是思维的转变 但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你将失去大好的机会 我希望更多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互联网带来的五线可能 勇敢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人生 8.培养迭代思维 生活中所有的回报 无论是财富 人际关系 还是知识 都来自负利 要获得持续的回报 培养迭代和负利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 无论任何成就 都不能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不断地小步迭代 就拿建立财富来说 获得第一桶金可能依靠一两个正确的决策或运气 但要持续低 指数式的增长财富 必须具备持续优化和富力的思维 同样 人际关系和知识积累也需要长期的小步迭代 而不是一次性的大投入 付出必须是持续的 只有这样 你的点滴努力才能因为负利效应而获得非线性的回报 所以 永远不要因为当前进步缓慢而气馁 重要的是坚持每一天进步百分之一 然后在时间的堆叠中实现值得飞跃 培养负利思维 让小进步积累成大成就 比如 每天阅读一个小时 锻炼半小时 与人交往半小时 一年下来就会获得质的改变 重视每一次小迭代 然后让时间发挥复利磨砺 这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九 选择聪明过人 景力充沛的商业伙伴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要正直诚信 创业致富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 理想的合作者首先要非常智慧和努力 有强烈的事业心与行动力 但更为关键的是 他们必须诚实正直 值得信赖 因为创业路上必然面临无数难题和诱惑 伙伴的品格将受到检验 如果他们在利益面前可以随意舍弃道德原则 那么事业的基础就会极不稳固 相反 真正正直可靠的伙伴可以互相扶持 共同渡过难关 他们不会因为一时利益做出违背良知的事 这样的团队才能成就不凡的业绩 所以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 除了重视能力 还要十分注意品格 观察一个人在面临艰难抉择时的表现 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品质 只有绝不可撼动的正直之心 才能打造长期合作的基础 选择令人尊敬的伙伴 然后一起创造有意义的成就 这将是创业过程中最令人欣慰的经历 它比任何财富回报都宝贵 十 不要跟愤世嫉俗和消极悲观的人合作 他们的预期会自我实现 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避免那些充满怨恨 悲观消极的人 这类人总是对现实不满和抱怨 认为成功是不可能的 跟他们合作 你会找不到任何正能量和动力 因为他们悲观的预期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把团队拖入负面的漩涡 相反 积极乐观 努力向上的人 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团队氛围 他们相信梦想终会变成现实 哪怕过程十分艰难 这种正向预期也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感染每个人持续前行 所以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 态度和心态其实比能力更重要 保持距离与那些消极看待世界的人 而团队则需要充满正能量与好情 具有共同理想的人聚合在一起 自然会散发出强大的磁场 吸引机遇的来源 这是创业中最宝贵的资源 比任何财力都更关键